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港珠澳大桥主体桥梁这么一段 主体桥梁呢明天将全线贯通 而在今天连线一开始 首先我要带着大家看到的就是我身边 这片非常有名也非常漂亮的林丁阳 提到林丁阳 我想可能大家跟我一样 首先想到的就是文天祥的那句 林丁阳里探林丁 没错 此林丁阳啊就是比林丁阳 七百多年前文天祥在这里写下了那样的诗句 而七百多年后的今天我站在这里 真的是林丁阳里再难探林丁 因为我要探一探这中国制造 中国建设的港珠澳大桥 接下来请盛向老师给我们这个桥梁一个画面哈 咱们来看一下雄伟壮观的港珠澳大桥 它被称作是现代世界的第七大奇迹 它骑在哪呢 接下来我用一组数据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哈 港珠澳大桥全长是55公里 可以说是世界上最长的跨海大桥了 同时呢也拥有世界上最长的城管海底隧道 大桥桥面总铺装是70万平方米 相当于98个标准的足球场那么大 可以说工程量也是世界上最大的 采用的是史无前例的桥桥桥碎这个方案 那什么叫做桥桥碎呢 它的主体工程包括22.9公里的桥梁 就是明天将和大家见面的这个贯通的这一段哈 而接下来还会有6.7公里的海底隧道 以及连接隧道和桥梁的东西人工岛 陆陆续续的和大家伙见面 而大桥仅主粮钢板的用量就达到了42万吨 42万吨又是一个什么概念呢 跟大家做一个比方哈 它相当于10座鸟巢 或者可以说是有60座的埃菲尔铁塔的重量 并且它的抗震度啊可以达到8度 大家知道咱们广东这个地方经常会迎来台风 因此大桥的抗台风性也是非常重要的 它的抗台风级别可以达到16级 而设计的使用寿命能够达到120年 在景观的设计上呢 港洲澳大桥三座通航斜拉桥 可以说今天给了我非常多的惊喜 因为实在太漂亮了 它兼具了这个人文与自然景观的融合哈 接下来请导播老师给我们放一下航拍的画面 现在我们通过画面看到的就是青州航道桥桥塔 它采用了简洁的中国节造型 就像我连线一开始所说的哈 七百多年前文天祥在这里写下了林丁杨里探林丁的悲情诗句 一百七十多年前林泽徐在这里向洋人的鸦片船开炮 而如今千千万万的普通建设者在这里用七年多的时间建起了一座桥梁 并且在这里高高的挂上了咱们的中国节 这是属于三地共同的新坐标 而接下来我要带着大家看到的是第二座桥塔 它的设计呢 大家能够看到是三只非常可爱的海豚的造型 在这片海域上啊 如果您幸运的话 真的是可以看到可爱跳跃起来的小海豚的 而这会儿大家通过画面能够看到西阳西下特别的美丽 如果碰到小海豚的话 不仅是美丽 充满诗意 而且是特别的浪漫哈 最靠近我的这个桥塔呢 它是离这个珠海市的情侣路的九州航道的这个桥 它的造型是一个风帆的造型 看上去像海面上扬帆起航一样 三种桥塔的造型实现了功能与美观的完美统一 在林丁阳上熠熠生辉 已经成为了港珠澳大桥的标志性的景观建设 而港珠澳大桥哈 它建成通车之后将会是双向的六车道哈 并且呢 它设计时速是达到了100公里每小时 比方说从珠海到香港原来要花费的时间是三个多小时 现在呢 只需要半个小时就可以了 可以说它的开通是对香港澳门以及珠三角这个西岸的经济繁荣